大家好,自己地里种的辣椒吃不完了,今天多摘了一点回来,非常的新鲜,一点农药都没打熬。 这个辣椒长得非常的好看,像不像一条小石。 今天用辣椒为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,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辣椒,不加一滴水,香辣脆爽,开胃下饭,放一年不会坏,做法简单,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把这些摘回来的辣椒提前洗干净,外面的水分晾干。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,一定要把水分晾干哦。 水分晾干了,我们做出来的成品,保存的时间更长,不易坏。 然后再把辣椒的根地一个一个的给它背下来。 最后洗干净了,再把这个根地去掉,辣椒里面不会浸上水。 全部整理好,再把辣椒切成小段。 我们在切辣椒的时候,要提醒大家一下,千万不要揉眼睛,因为这个辣椒太厉害了。 最好我们要戴个手套,这样我们的手也不会拉到。 手揉眼的时候也不会拉到眼睛。 最后把这个好看的辣椒也给它切成小段。 辣椒全部切好,倒到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盆里面。 锅里面撒入一勺石中盐,一勺的白糖。 下手把它装拌均匀。 这样先把辣椒腌一下,更入味,吃起来口感更爽脆。 抓拌均匀,先放一旁,腌制10分钟。 利用腌辣椒的时间,我们准备一把不要钱的大蒜。 改刀把它切成蒜片。 再切入一块鲜姜,把它切成片。 切好之后,装碗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小料,洋葱丝,姜片,八角,桂皮,香叶,香葱,还有几粒花椒。 先放到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起锅放入食用油,把我们准备好的小料倒进来。 把这些小料炒出香味。 小料炒至微微发黄,捞出控油,不要。 往里面倒入150毫升生抽,50毫升米醋,50毫升一瓶鲜酱油,适量的蚝油,白醋30毫升。 再放入几粒冰糖,适量的味精,不喜欢吃可以不放哦。 开小火,搅拌均匀,把食材融化开。 烧开以后关火,倒在碗中冷凉备用。 今天这个比例大家一定要记得哟,可以用来腌黄瓜,腌包菜,都能用上哦。 不过都没有腌制的辣椒好吃,又下饭。 用这种方法腌制的辣椒,口味独特。 吃起来嘎嘎嘎嘎嘎嘎嘎,这时候我们的辣椒也腌好了,已经入味了。 把切好的蒜片,姜片放进来,把冷凉的料汁倒进来,把它焯拌均匀。 最后再往里面倒入一瓶盖高度白酒。 这样腌出的辣椒,放的时间更长。 如果一次性腌得多的话,放两瓶盖白酒。 那样放一年,腌的辣椒都不坏。 焯拌均匀。 然后我们取一把无油无水的勺子。 把辣椒放到无油无水的密封罐里。 装好之后,把盖子盖上,放到冰箱冷藏,随吃随取,非常的方便。 把剩下的我们装在盘子里面。 放入几滴小末香油。 焯拌均匀,就可以开始了。 用这种方法腌制的辣椒,不加一滴水,香辣脆爽。 超级好吃又下饭。 里面的蒜片和姜片都非常的入味。 好了,今天为大家分享腌制辣椒的小技巧就到这里了。 用这种方法腌制的辣椒,香辣脆爽,好吃美味。 喜欢吃辣椒的朋友,可以收藏起来试试这种做法。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请点赞收藏,转发,评论一下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